现在呢2024的大选呢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那么现在呢整个是选前倒数一个月 那么今天早上呢10点呢将在中选会来正式抽签 关于总统还有副总统号次的一个抽签的一个场次 那么最主要呢今天早上啊在中选会这一边 可以看到呢相关的幕僚都已经先来到现场来准备 那事实上呢关于呢这整个号次的抽签 包含呢这个侯友宇还有赵少康这一组呢 他们因为呢已经排定了行程 因此不会亲自来到现场抽签 而民进党则是由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肖美琴 来到现场来抽签 那么民众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也会亲自带着幕僚来到现场来抽签 那么这三组人马呢预计呢在10点钟 就会来到中选会这边 那最主要呢是呢现在选战最后呢倒数一个月 当然呢号次抽签不管是1号2号还是3号 相关的口号各个阵营都已经准备好 相关的一个口号要来应应 而抽签呢预计将在15号由中选会来正式来对外公布 而号次抽签之后呢预计不管是呢总统候选人 以及呢小机立委候选人呢相关的一些看板呢 都会呢将这个号次呢给放上去 那么在今天抽签完之后 事实上呢各个阵营呢他们也有相关的行程 也要密集展开要来进行复选 或者是来进行造势的一个活动来冲刺选金